当您拿到全新的Spark时 遥控器与飞行器套装 在出厂时已完成对屏操作 通电后即可使用 如飞行器尾部指示灯为黄灯快速闪烁 遥控器指示灯为红灯常亮时 说明飞行器与遥控器需要进行对屏 将移动设备通过WiFi连接遥控器 打开DJI GOES APP点击左下角的图标 选择遥控器 点击底部的遥控器对屏按钮 点击后遥控器会出现提示音 开始对屏 长按飞行器电源键三秒 听到第一声号松开 飞行器开始对屏 前臂指示灯会为红灯快闪 遥控器提示音停止 飞行器前臂指示灯变为绿灯快闪 APP上显示对屏完成 点击确定对屏就成功了 您还可以通过同时按遥控器上的自定义功能按键 功能按键和急停按键 在听到滴滴滴声之后松开 让遥控器进入对屏模式 同样方式 长按飞行器电源键三秒 进行快速对屏 飞行器与遥控器连接后 则无法使用移动设备操控飞行器 需退出遥控器连接方式 长按飞行器电源键六秒 听到滴滴两声后松开 飞行器开始切换连接方式 前臂指示灯为绿灯快闪时 飞行器切换连接方式成功 移动设备再次连接飞行器WiFi即可使用 修改重置WiFi SSID和密码 确保遥控器连接了飞行器 可在APP中点击WiFi图标 选择移动设备 点击底部的按钮 修改后点击应用修改 如果弹出重新连接的提示 请使用新的WiFi SSID和密码连接飞行器 长按飞行器电源键9秒 听到滴滴滴三声后松开 飞行器会快速重置WiFi SSID和密码为出厂设置 感谢您的收看